陳志全議員 最後一位 我一次過問了問題 很簡短 你是說什麼規程 當然第一個是關於宗旨待續 主席 你的權力是最大的 你的裁決是最大的 是最後裁決 但你的裁決呢 也可以改變的 你自己 你曾經亦都試過 秘書處可以確認我這個說法 就是你曾經裁決過不給再問問題 但你又後來下一次又開放給再問 這個是不是事實 主席裁決了 主席可以改變他的裁決的 他有這個權的 這是第一個小問題 第二個小問題就是關於39這個宗旨待續的問題 就算我當你們剛才的成立 但主席是不是有權著情 去給議員提出宗旨待續 這是第二個小問題 因為剛才我聽到主席你說 你是代議員轉告給政府 但政府不聽你都沒辦法 就算你著情給大家宗旨待續 都是沒用 但是不是 如果主席你不是偏幫政府 你不用幫我們 你站在中間 按回議事規則 讓大家繼續問 讓大家繼續提收政案 政府一定要談的 現在你呢 是要用這個議事規則 就令到政府就靠你 你後面頂住他 你背負責任 誰一人間有什麼傷亡 你背負責任 然後我想問一個問題 第二組問題就是關於議事規則的 剛才的議員問17、18的官員列席的問題 亦都是你已經截取了大家 不准繼續問問題 不准問問題 那些官員繼續坐在這裡做什麼呢 不如回家吧 你有沒有問過他們想不想回答呢 因為其實很多事情改變了 政府都出了那些什麼 什麼港人包 又去搭那些懶人包 現在有常人包 搭懶人包 這次又有港人包 那他們願不願意回答呢 那你現在讓他們坐在這裡 現在是不是繼續應該要釐清這些問題 真是認清事實呢 好 我會回答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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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